好 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张乐琪 我叫张乐琪 今年六岁了 我现在来给你们带来一个小故事 叫做倒霉的蚊子 小宝和他的爸爸在公园里玩了一整天 累得东倒西歪 洗过澡就立刻睡着了 爸爸给他盖好被子 关灯后去客厅看电视了 一只大花蚊子从卫生间的衣架上飞了过来 开始到处盘旋着 可他又是怎么进来的呢 他呀伸宝宝回家时 偷偷爬在衣服上溜进家门道 这会儿见灯光灭了 开始活动 他先飞到客厅 闻见爸爸的汗味 飞了过去 悄悄地落在了大腿上 准备吸取 谁知道 爸爸的腿上汗毛很浓密 蚊子似乎就像是进了森林一样 预伴的东到西歪 嘴巴就是钉到这个皮肤上 蚊子叹了口气 哎 向妈妈飞去 路过爸爸的肩膀时 还被烟味声的喘不过接人来 妈妈正在舒起打扮 身上倒是蛮香的 皮肤白白烫烫的 吸一口应该很爽 蚊子似乎就像是飞机一样的俯冲下去 对着脖子张开嘴巴准备定下 谁知道妈妈突然喷一下香水 浓烈的气味 一下子包裹住了蚊子 搞得他一身的气味 躲在黑暗中半天都缓过劲来 连嗅觉都麻木了 真是的 大晚上的喷什么香水 真倒霉 蚊子昏昏沉沉的飞到了宝宝的房间 似乎就要晕过去 不小心撞到了一个软软小手臂 鲜美可口啊 这可是上等的小鲜肉啊 要尝一口 他也不美死了 蚊子使劲盯下去 却发现自己嘴软了 咬破皮肤 浑身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刚才又发生了什么呢 墙角一闪一闪亮的 再仔细看 又没什么味道 为什么会让自己嘴软呢 啊是电门香啊 该死毒咬快跑吧 救病病了 快跑快跑 蚊子似乎就是边飞 边往下掉的模式 摔了几次才到厨房的角落 窗外的新鲜风吹来了 又多喝了几滴水 还多想着等他们睡着了再去报仇 突然厨房的灯开了 油烟机也开了 原来是妈妈要住东西 蚊子一下子被吸到油烟机管道里 睡着油烟机的管道拍到厨房外 蚊子大叫着 我一定要回来报仇 却被一只飞鬼蝙蝠一口吃掉了 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大家 好可怜的蚊子 你这个蚊子是谁给你做的还是买的 这是买的 后面这个是我们粘的 买了个胶腔然后粘的 你为啥讲故事的时候不能说这么大声一点的 因为在家里练的时候收音本来就这样的 最初的设定 谁陪你练的这故事 家里的奶奶爸爸妈妈这几个练的 爷爷在新门带着放假了 就没过来是吧 没过来 你有没有想过把自己变成这只蚊子来演这个故事 奶奶跟我说过 我扮演谁我就想是谁 你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故事呢 因为我觉得这样搞笑的话会吸引很多小朋友 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也自己特别喜欢 所以我就选上这个故事 你是还在上幼儿园是吗 还上幼儿园大班了 我都六岁了 但是班里最高的一个了 所以下次可以不用道具了 直接你自己上 很棒 好吧 那我们给你晾牌吧 好吗 哎呀 差了一票票 你看看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